咖啡今年又加入黑龍地來煮 這個上東創新的煮法 到底喝起來是什麼樣的煮味 讓人家是很好奇 很甘 很好喝 茶葉味道淡淡的不錯 我就是覺得咖啡冷香氣很好 會回甘 加了茶葉之後 它的苦的色味會比較少 會讓一般對咖啡喝 不是調耳式咖啡的人 美式的做法這一種的人 會覺得喝起來不會那麼苦 這次過去用幾年創的咖啡 入成黃飛君所創新的咖啡 黃飛君表示 因為看到很多人跟他喝茶 所以不敢喝咖啡 所以這裡想要從兩行來結合 沒想到效果不錯 不敢喝咖啡的品種也會來喝一杯 為了降低它的苦味 有些人這麼喜歡喝 客戶不喜歡喝苦味 有些我想為了降低它的苦味 酸味或者色味 那我就加高山烏龍茶 因為高山烏龍茶 本來它就是有回甘度 那我加進去的話 就可以提升它的回甘度 看到這幾年 過去向咖啡生涯發展 幾年傳到黃飛君也是很開心 村民可以來加日 又加日很多創意的想法 也希望有更多人來製作咖啡 這黑龍茶咖啡是有提供咖啡的氣味 所以你們玩意要在嘴裡賣的氣味 味道很特別 民眾如果是有興趣也可以 可以自己一起唱歌看看 不過五飛君也建議 最好是要用高山大的效果更好 記者很深 藏不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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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